据《大公报》消息,近日来,香港大班面包西饼公司创办人之子郭勇为,在社交媒体上接连发帖,支持乱港分子。 8月28日,他更是发表了一张,侮辱蓝丝的图片。 该图片讽刺蓝丝,不能理解略为复杂的问题,无同理心,无求真精神,无正义感,看事情只看到表面,自私,自卑,自大等。 图片左下角清晰地写着,认同请分享五个大字,此举激起公愤。 网民怒斥其言行,现在开始不会购买大班,收到大班放弃内地市场的决心,我们帮他一把。 随后,郭勇为删文道歉,称自己发表的相关言论仅是个人分享,与公司无关。 北京日报记者注意到,8月30日,at香港大班冰皮月饼,在微博上发表声明,称着纯属郭先生自己的行为,并不代表香港大班面包西饼有限公司的立场。 该声明下附带着郭勇为此前在Facebook上的道歉声明。 目前,大班在天猫和京东上均设有旗舰店。 北京日报记者注意到,对此,大班天猫旗舰店客服回应称,大班旗舰店属于总代理操作及销售。 本公司,广州市永化城商贸有限公司严正声明,郭勇为先生的举动行为并不代表我方立场。 公开资料显示,大班面包西饼成立于1984年,是香港有名的西饼连锁店,是冰皮月饼的发明者。 郭勇为系香港大班面包西饼董事,外界人称大班太子爷。 据悉,郭勇为的父亲郭红军,是世界杰出华人奖得主,大班面包西饼创办人。 郭老先生为人谦逊,曾经公开说过,我的人生宗旨是代人已成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